位在大甲区幼师工业区内的幼师公园 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运动休期公园 而自然之前市府曾经在此来施作美乐地公园 但周边的设施依然有不足而且破损 让地方是相当困扰 而明代这一天是邀请了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说能够再争取到经费协助公园改善 公园里铺设的地点因为长时间日晒雨淋 早已经出现严重变形 多处地点甚至凹凸不平 虽然之前市府曾在一旁施作美乐地公园 但该处依然闲置未整修 周边设施也不足让地方相当困扰 在下面这个地点都太久了凹凸不平 小儿子在走路的话会常常会跌倒 很久以来这公园就是都没有洗手船 如果大后的时候来找那个困难的人 这一处位在大甲区幼师工业区内的幼师公园 适当地民众主要的运动休憩公园 但是因为园区设施老旧不足 被内政部列为急需改善的游戏场名单当中 为此明代GT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希望可以争取经费协助公园改善 在日南里大家喜欢来的这个很重要 包括工业区的很多员工喜欢来的这个幼师公园 能够给他一个崭新的这个儿童游戏区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安全舒适 有启发的游具当中 然后这个快乐的成长 那对于其他的公园该有的设施 譬如说厕所 譬如说凉亭 我想这个部分是在这个计划专案里面没有的 包括我们的厕所有很多这种预柱型的 不用像过期这样在那一转一多在那去 所以说有预柱型的这些厕所调来 包括我们的凉亭来规划一下四座 我想对于这些长辈甚至是小朋友 都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修气 明代表示这次一共争取到543万元 用来增设儿童游戏场的设施跟环境改善 由中央补助6成5 地方负担3成5 未来也会持续争取相关的专案预算 让海线地区的建设能够更加完善 介绍播和台中采访报道